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五是大跌了109.91点 刷盘指数是9382.51点 跌幅1.16% 成交金额1059亿元 而OTC市场则下跌了0.7点 刷盘指数122.33点 跌幅0.57% 成交金额318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 黄总监 昨天台北股市连续受到了苹果调降财测的影响 连续下跌了两天 而且上个礼拜五破地 但是上个礼拜五 中国大陆宣布了调降存准率 一个百分点 其实相当的多 再加上美国的就业报告其实也非常的好 而且美国联准会看起来偏向鸽派 几大利多的聚集使得陆股跟美股都大涨 那台北股市这礼拜能不能够安心呢 但问题是大力光所公布的财报 也确实显现出来苹果的这个销售不好 对于台股当中的瓶盖 是真的实质上面营收受到影响 要如何的来看待 对 事实上这个礼拜应该是有机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反弹 但是反弹的上面压力还是蛮大的 我们上个礼拜五出现了9319点的波段新低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上礼拜五是留着一个下影线 而且是量能是略微放大到1081 也就是说在低档的过程中间有投资人去承接 而且这个是承接是伴随着这个融资鱼 而是降到了几乎是波段的新低 所以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所谓的筹码是留到一些有心的人士的手上 那如果以目前的情形来看的话 在这个刚才奉行提到的 中美股市都出现连昧大涨之下 今天是有机会出现一个反弹 甚至这个礼拜应该有机会再挑战 这个波段以来一直的压力 这个波段一直以来的压力呢 也就是季线所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12月初曾经来过一次 那12月底又来点到一次季线 那目前的季线的位置是在9770点左右 也就是说一月末还有大概400点的这个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有机会再来挑战一次季线 甚至不排除有翻阅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市场解铃还虚细凌人 这一波全球股市下滑 最主要还是因为美国股市的下跌 那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尤其是这个最近为什么会下跌呢 一个是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担忧 因为之前联准会在12月底的这个说法来讲话 好像让市场认为说还有持续升息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在12月初 展开了一波比较强烈的这个拉回 你看道琼那一波的话 在12月初的时候高点还有25000多点 就没想到一口气就跌了大概4000点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除了这个道琼之外 那斯达克S&P或是说费班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还有基本面的原因就是包括 我刚才奉行提到苹果调降这个财测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看讲一路这样的几乎是不间断的往下跌 当然会拖累全球股市往下跌 那以目前的情形来讲的话 这个上礼拜五这个包括说像中国大陆这样的这个存准 那可以释放出大量的资金 另外一方面美国联准会主席对于升息他的说法是会更加有耐心 而且会倾听市场的讯息 那这个当然会让市场认为说 这个股市是有机会 这个因为股市下跌 所以点准会升息的脚步或许会放缓 那在这样的利多之下当然就往上冲 那加上说上礼拜五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 那个非农的就业人口增加31.2万 那川普又在那边敲边股 说美股已经跌到了这个波段的买点之后 你看这个整个股市反弹的幅度非常大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以美股的波段新低 像这一次跌到21712点之后 你可以看到之前美股在高档的时候是很多长黑K 你可以如果注意到这一波的美股高档有很多长黑K 那这一波在目前的低档位置有非常多的长红K 那长红K都是非常的长 而且都是盖过了这个下跌的这个黑K 所以就这样来看的话 短线底部真的是到了 只是说它会不会一次性就往上弹 你说这短线的底部是真的到了 是包括了美股跟台股的 对 以这个台股 以台股来说当然是美股也是 因为底部的长红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长 这就是一个波段的新低处 新低的这个低点到了 但是它可能还要需要震荡的幅度 因为如果以这一波的这个美股 它其实走势跟台股非常像 就是说它跌破了这个所有的均线之后 它也是一直被季线压着打 那因为美股最后跌四是加快的 所以它在上个礼拜五反弹的过程中 它先弹到了月线 那它的季线目前是在两万五千六百三十三点 也就是约莫还有两千多点的这个位置 它的季线幅度比较大 还有一段空间 所以美股可能有机会再往上弹 那台股的话 是不是在美股这一波往上弹的中间的过程中间 能不能顺利的越过季线 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如果反之 如果是在美股往上冲到季线的过程中间 台股没办法翻越季线的话 那可能短线上就还会被季线压住 那持续在这边震荡的一个状况 那刚才凤星也提到 就是的确对台股来讲 有非常多的产业利空等待去消化 包括说像苹果带来的利空 包括对于大利光 对于台积电 甚至对于另外一个组装族群 或是这些零组件的族群 因为苹果占台股的权重 大概约莫是三成到四成左右 所以这些如果都陆续公布了这个利空消息 而且出现利空不跌 那显示这个中期的落底讯号就慢慢的浮现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非常多可以观察这个指标 台股都是要强谈 这个至少要强谈过上礼拜五的这个高点 甚至是强谈过上礼拜四的高点 这样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黑K越强越好 而且量能要越大越好 上礼拜五是1080亿 最好在上弹的过程中间 能够出现到1000亿 1200亿以上的这个量 带量红K 而且是伴随着外资买超 跟一些利空的股票能够往上冲 这样的话这个中期底部就有机会 所以今天很重要 今天应该会上涨 那必须要带量 所以你刚提到说应该要到1100亿以上 然后同时呢 它必须要外资 就今年今天结束了之后 我们要看外资是不是转为买超 然后第四个是我们要看一些弱势股 是不是翻墙了 对没错 尤其是以平概股为一个代表性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了这些指标来做的话 就可以断定说这个中期底部会不会出现 那我认为说9300这个多点 17点这一波的这个波段性 应该是已经出现了 那所以就是震荡往上弹的空间是慢慢的出现 那既然是会震荡往上弹的话 我们要锁定什么样的目标呢 现在有几个方向你可以做 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震荡反弹的过程中间 维持在相对最高档位置的 这个股票是有可能会突破 突围然后再往上冲 但是但是最好是有一个族群性 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似乎是落在两个族群 一个是5G相关 一个是网通相关 那这两个族群的话位置都相当的高 譬如说我们以5G相关来讲的话 部分的PCB的股票 像新星啊 南电啊 先锋啊 复兴 这些都是位在相对高档 你可以看到 甚至在 这个我们一直讲到的新星跟先锋 在上个礼拜五 甚至还创了波段新高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位阶是最高的 另外一个在 这个 这个跟5G相关的 这个网通股 还包括上权 制翼 雨智等等 这些都是位在波段新高的位置的股票 这种就是最强 也就是说 你可以买这种股票 但是他有可能 如果他没有冲出去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持续在这边震荡 也就是在大盘反弹的过程中间 他必须要快速攻出去 如果没有攻出去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量能 我们要注意说 会不会有这种高档股票的量能 出现熄火 他是把资金转到低档的股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上涨的 这个大盘的上涨的空间 就会相对有限 因为他会 所以强势股也不能够转弱 对 强势股如果一转弱 他表示这个资金是到低档去 到低档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轮流反弹的状况 而不是说有强劲的类股 在带头往上反弹 这是可能 今天在看盘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部分的 目前位在高姿态的 像跟这个 这个面板有相关的 这个达星材料 5234等等这些股票 你可以注意到 他如果一旦高档转弱 然后滞留到低档的股票 那这样的这个反弹辅助 就会相对有限 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以去找这一波段跌幅最重的 也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这一波段跌幅很重的股票 包括说 瓶盖股 包括说部分的这个风力发电股 因为利空来了之后 一路往下跌 这种股票你就可以留意 如果是在今天 反弹的行情 往上冲的过程中间 他也出现大涨 而且 他是在未来的几天 连续性的大涨 那就会告诉你说 那就是资金是由低位阶的反弹比较强 也是有可能是这两个族群是今天最有 我们最需要观察的指标 那如果你发现到这个高档的股票是转弱了 那你就赶快去买那些低档的股票 也就是说告诉你这一波反弹 应该是反弹的重心会是跌升股 那等到跌升股涨了三天之后 涨了三四天 来到一个相对高的压力的时候 会不会又或轮到那些高位阶的股票开始涨 但是反过来 如果是低位阶股票涨了两三天之后 高位阶股票是回跌两三天之后 站不上去 那有可能又会转为一个轮流震荡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几天的看盘的重点就是 低位阶跟高位阶这两个族群 你一定要把它优先来看 操作也是以这两个族群为主 那应该是这两个族群的轮流震荡 或是一起往上攻 变成是这个指数到底能够往上涨 有多大的空间跟幅度 可是这样子的话 手上有强势股的该怎么办 有强势股你就先看 先看如果今天是集体转弱 那你可能就先离开一下 那如果今天还是持续再往上攻 就需要 那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小波段的攻势 那反正只要高档的股票 要集体转弱 那就请你先卖一趟 去买一些低档的股票 目前的操作逻辑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财经专家 黄世聪黄总监